已经直播的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的一场补赛 这是天津金门虎在主场对阵武汉长江的比赛 在边路的这个位置 罗萨自己形成了突破 给刀进群里 贝利奇这球扫向球门 梅里达后场向前的传球 这球到了贝利奇的脚下 到了底线附近 防守球员对贝利奇一直有一个贴身的盯防 贝利奇倒地之后呢 主裁派也是在第一时间示意没有犯规 普斯回传球 给刀进群前 外围直接的一脚打门 这球打在了金门虎队中路防守球员的身上 皮球反弹出了底线 梅里达这脚球往中间给 投球给到后点 武汉长江队补防的球员到位 还是非常的及时的 王静斌 这球不惜把自己甩出去 也要抢到第二落点 把球破坏掉 巴顿换掉了梅里达 这球也是换了主罚方式 战术脚球给到外围 这个位置直接起脚打门 卡耶维奇 福布斯 这边直接的一脚打门 我们再看卡耶维奇 这球交到了福布斯的脚下 然后呢 卡耶维奇直接向前的这种前插 横穿球再往禁区里给 王秋明刚才都已经是前插到了这个位置 贝里奇 贝里奇拿住球 转过身来 直接起脚打门 这球还有机会 打门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 天津金门虎这一次在进攻的过程当中 终于是把球送进了对手的球门 破门得分的是球队的队长 30号王秋明 下半时比赛一上来 天津金门虎这边进行的人员调整 20号王嘉南 看看这个球 看一下巴顿这球挡过来之后 被对方的防守拳破坏出来 然后梅里达再给贝里奇 贝里奇不等身后的防守球员上来 直接起脚打门 这个球划过一个非常美丽的弧线 窜进了球门的死角 刚穿球给进来 这球有了 打门 球进了 这会儿 对刚才那个球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裁定 梅里达那个球被判越位 巴顿这边横向的那些 看到了空刀 这球给过去了 最后打门处理成什么样 球进了 漂亮 再看巴顿得球 然后横向那些 注意看巴顿 这时候抬头观察 看到了远端对方防守的空刀 然后把这球直接转过去了 说在进攻线上 能打进一个挽回面子的进球 是不是都算奢望 这个球形成了威胁 话音刚落呀 武汉长江队在这场比赛当中 最终还是完成了破门得分 仗把球掌控住 消耗到比赛结束 胜利是属于天津金门虎的 随着主裁判张龙 吹响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天津金门虎队最终是以3比1的比分 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暗